9月的布拉格 天空幽蓝 老城区广场上 游客忍不住的兴奋与赞叹 查理大桥是游城首选 白日 黄昏 夜晚 桥与河展现不同风采 一百多年前 一位害羞敏感的年轻人 穿行在老城区 走在同一条石板路上 他在布拉格出生 读书 工作 并且写了许多现实 与奇幻交织的小说 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 产生重要影响 他独特的写作风格 文学界称之为卡夫卡特色 本集介绍卡夫卡故居 以及他在布拉格留下的祖基 他和爱因斯坦 曾经在这里短暂相遇 卡夫卡是犹太裔作家 以德语写作 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 《变形记》描写一个小职员 某天早晨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一只虫 卡夫卡在布拉格住过好几处地方 都离不开老城区 1916到1917年 33岁的卡夫卡在老城区黄金巷居住 门牌22号 这是保存最完整的卡夫卡故居 这栋房子其实是一个房间 只有前面有窗户 黄金巷取名来自Ghost Smith 19世纪 这条街上住着好几个铁匠 房子现在是礼品店 专卖卡夫卡的书和纪念品 这是卡夫卡邻居家 巷子镜头 既然是一个废弃的小型监狱 里面展示古老的景具 卡夫卡出生地在Saint Nicholas教堂附近 原始建筑已经被拆除 原地现在是一间餐厅 街道转角处设有一个纪念牌 标注着卡夫卡1883年7月3日在此诞生 卡夫卡在这里住到两岁 这是卡夫卡同年6到13岁的住所 建筑是文艺复兴风格 知名的天文中就在附近 青年卡夫卡1913到1924年 断断续续和父母同住在这栋建筑三楼 28岁的卡夫卡经常参加朋友举办的文化沙龙 因此结识爱因斯坦 朋友住老城区广场附近 住家原址立了一块标牌写着 相对论发现者 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 1911到1912年在布拉格大学任教 曾在此参加沙龙 演奏小提琴 并结识作家卡夫卡 卡夫卡和爱因斯坦都喜欢光顾这家罗浮咖啡馆 卡夫卡经常和朋友在此聚会讨论写作 卡夫卡大学起初读化学 后来改修法律 但文学才是他最爱 他和爱因斯坦在咖啡馆遇到会聊些什么呢 布拉格老城有几处纪念卡夫卡的人像 这个铜像2003年设立在犹太社区 灵感来自卡夫卡早期的一个短篇故事《挣扎》 其中有一处情节 是一个人跳到朋友的背上 把他当马骑 这是另一个现代造型的卡夫卡头像 11公尺高 金属面有42层 每小时第一个15分钟转动 象征卡夫卡观看世界的独特角度 卡夫卡纪念馆在查理大桥附近 馆中展览他的手稿和笔记副本 这个纪念馆造型不走讨喜路线 有点灰暗清冷 正符合卡夫卡特色 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 他的手稿 他的涂鸦会画 因为父亲反对 卡夫卡无法投入全职写作 卡夫卡无法投入全职写作 他的正职是保险调查员 卡夫卡工作时转写的意外事故调查报告 卡夫卡起先受雇于私人保险公司 这栋建筑虽然华美 却是卡夫卡的苦难地 因为工作超时 长加班 压缩了他的写作时间 后来 他转换到这个政府保险部门工作 负责调查劳工意外伤害与理赔 他从助理做起 工作认真 获得好几次晋升 这个类似公务员的工作 下午两点准时下班 卡夫卡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写作 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 直到1922年 因为罹患肺结合并 被迫提早退休 卡夫卡在世最后几年 住在疗养院治病 仍勤于写作 他始终对自己的写作缺乏信心 因为出版过的几个作品 都没有获得读者注意与欢迎 他非常多产 但亲手分毁了九成手稿 1927年临终时 他把剩余的手稿 交给最好的朋友Max 叮嘱他全部销毁 朋友没有遵照他的遗愿 将稿件陆续出版 1950年后 卡夫卡的作品渐渐获得注意与肯定 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 明满天下的诺贝尔奖得主 百年孤吉作者马奎斯 是卡夫卡的超级粉丝 他说 看了卡夫卡的作品之后 大彻大悟 原来文学作品可以有另一种书写方式 布拉格犹太社区墓园中 卡夫卡安睡在这里 他的对面 是他一生好友Max的最后归宿 卡夫卡从小和父亲关系紧张 全面的影响他后来对人生的理解和诠释 他缺乏安全感 性格压抑 他笔下的世界 是权力和体制压迫下 人无力抗拒 他迫使读着直面人生荒谬 没有道理可讲的那一面 去思考 什么是人性的核心与本质 人对自身的命运有多少掌控 在AI走红 人类忧心被取代的21世纪 100多年前 卡夫卡提出的追问 似乎更具时代意义 来到布拉格 不知道卡夫卡 就像到巴塞隆纳错过了高地 高地的建筑 高调耸立在巴塞隆纳街头 卡夫卡却低调地出现在 布拉格某个角落 隐隐约约触动了旅人的心灵 浪漫绝美的布拉格 因为卡夫卡增添了 独特的文艺气息 我是细草微风 欢迎点赞订阅与留言 谢谢收看再会